我覺得另外一個是 就是很多男生應該想看 NBA 我也是想看 真的 對 真的 你要到現場 要感覺到那個氣氛 對 尤其是你支持一隊 就像我小時候 我是瘋狂成人 所以當然我會支持太陽隊 所以我最喜歡的是 那個球員就是 Steve Nash 對 是那時候 所以我看他的球賽 然後我就可以支持他 然後他得了20分 然後就很厲害 我就看 我覺得我非常非常high 很開心 那個感覺就很棒 所以我覺得可以的話 我覺得非常推薦你可以去 那個氣氛很high 但是我就要跟人家小心 如果你說你想看棒球賽 尤其是你沒有那麼喜歡棒球賽 因為NBA就是很快 你就可以看就很興奮 但是棒球就那個節奏 就比較慢一點 所以我有一個台灣朋友 他去那邊然後看棒球賽 然後他沒有準備什麼 他就在那邊看 然後他覺得 哇 上個小時為什麼這麼久 很久 所以他就是覺得好無聊 上一次我們去美國的時候 獨立幫我買 所以我們就是直接去那個 看那個球賽 你們去看NBA的 對 那個Phoenix Suns 因為那個他是Phoenix的嘛 對 對 我跟獨立跟赫薩俠一起去看 然後Wendy就是 照片中這兩個人怎麼看起來好討厭 真的很好玩 然後那個他好像那個 1到3的比賽好像就是比較便宜對不對 對 Weekend大家比較多人去看 對 好像那個時候我去的是好像禮拜三吧 所以那個媽 我其實沒有那麼貴 對 平日也很多人耶 你看看 超多人 對啊 然後就是那個旁邊喝啤酒聊天 氣氛真的很好 可是我跟你講 真的不要在第一天去看 因為我們上次去 汪汪姐是去哪裡看球賽 也是第一天去 然後時差 NBA喔 NBA已經很吵了 已經很轟動耶 你知道我們那一排全部 這樣 你太累了 時間不對 錯過那個好球賽 我也去看了大聯盟比賽 那我剛剛覺得要講的是 你不要支持錯隊 我們那時候是去光芒隊的主場 然後你知道嗎 我們那天為什麼要去 是因為 那時候那個陳偉英還在精英隊 他們做客光芒隊 我們當然是陳偉英的Fan啊 對 我們進去啊 然後陳偉英上來我們去耶 然後一閃這個YES 然後旁邊老外就 又大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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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那個臉子這樣慢慢轉過來 真的 一想的是 你是在說什麼 我跟你講老外不能開玩笑 超可怕耶 超可怕 那個不管是 黑的白的都很壯 然後只要我們一講 陳偉英站啊 然後他們就 就默默的 對 然後我們一群人就默默站起來 退到頭廊上 你知道連帽子 有時候我們戴帽子 也沒在看自己戴的是什麼 對 有時候那個隊一戴 覺得好看就買了 對 然後有時候那個隊一戴去 你就被這樣 所以我要講的是 看比賽要注意 不要做錯區 對 外國人把這個把它看得滿重的 真的 今天跟大家介紹那麼多了 如果你去這些地方 沒有到過這個地方 你就是白去了 好不好 要做好功課啦 做好功課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志祺強下次見 拜拜 拜拜